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的布马 科幻作品中的病毒呢 一般都不会按套路出牌 它们要么有着另类的感染症状 要么就是有着特殊的传播方式 今天布马就为大家介绍相关的几部作品 一句话概括它们就是 你永远可以相信科幻作家的脑洞 在科幻作品中 病毒能导致的症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最常见的就是丧尸嘛 像《我是传奇》 《釜山行》等都是经典的丧尸电影 而电影《盲流感》中则出现了致盲病毒 感染病毒的人会失明 但过一段时间又会自信恢复 还有密鼎之灾中出现的神经病毒 人一旦感染这种病毒 就会行为失控 当场自己 而我接下来要介绍的作品中 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病毒 它的感染症状是石化 未来的某天里 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病毒 这种病毒的分子链不是氢氧和碳结合而成的 而是合规 病毒感染初期 关节会失去灵活性 两周之后 人的行动能力基本丧失 而皮肤也会逐渐变成石头 彻底石化是在第六周 到那时 感染者的皮肤内脏都会变成石头 最终成为一尊石像 该病毒来势汹汹 传染性极强不说 抗生素还对起毫无作用 唯一能延缓石化的东西是酒精 但也只能延缓一周 所以为了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 人类在石化之后必须全部分毁 但这项工作的人被称为乌鸦 然而对于乌鸦们来说 有两个问题始终摆在眼前 那就是石化后的人还算不算人呢 这种石化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吗 这关系到他们处理的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 很多乌鸦就因为无法面对这个问题 最后选择了自杀 男主也是一个乌鸦 但他属于尽职尽责的那种 基本上不会思考上面两个问题 直到一个女生的出现 这个女生是一名老师 两年来她一直保护很多石化孩子 不被乌鸦带走 因此她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 这些石化孩子其实是会动的 有一个女孩在上厕所时不信石化 两年前呢 她的屁股还完全贴合鸭鱼 现在却抬高了一点 这说明她是有意识的 她想要起身 只是动作非常非常慢 换言之就是 那群石化人并没有死 只是变成了另一种生命形态 而这种生命形态的移动速度 相较于我们慢了很多倍 石化不意味着真正的死去 这个真相男主完全无法面对 而更让她意外的是 有关部门早就知道这件事 他们即便知道 也要将石化人全部销毁 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如果石像不及时处理 那就会有更多人感染病毒 二是石化后的人 既然变成了另一种生命形态 那么他们就不算人类 算异端 异端当然要清楚 此时此刻 男主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道德难题 是继续当乌鸦 直到生殖 入住仅剩的安全区度过一生 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放弃这项工作呢 其实她不管怎么选 都不会对当前状况 造成什么实质影响 毕竟她只是一个乌鸦 而除了她 还有很多的乌鸦 希望能进入安全区 上述小说叫做《瘟疫》 作者是中国科幻作家燕磊生 那我之前在翻评论区的时候 发现有观众提到这部作品 趁此机会就给大家推荐一下 没错 我是看评论区的 小说开篇单刀直入推出设定 后续剧情呢 则主要围绕着道德难题 和男主心态变化所展开 这篇文章篇幅不长 剧情发展细腻 结尾也很震撼 推荐大家阅读原文 那说完了在感染症状上 玩出新意的作品 我们再来看一部 传播方式领来的 它就是《午夜凶灵》的原著 科幻小说《幻界》 这部科幻作品 我在介绍科幻是杀人的视频中 曾提到过 当时呢主要说了一下 这个系列作品中 第三部的设定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前两部的最大设定 《瘟疫病毒》 看过《午夜凶灵》的观众 应该还记得里面有这么一个东西 诅咒录像 看完它 七天之内就会死 这一设定可以说是 无数人的童年影 但在原著中呢 这个设定并不是作者 为了推荐剧情随意丢出来的 而是有着不少的铺垫 这还得从真子小时候讲起 山村真子自小就有特殊能力 透视 预知 念力控制等等 而这些能力均一传自她的母亲 诗人都想意读她母亲的超能力 然而在某次能力演示中 真子母亲出现失误 媒体一遍对其进行了口诛逼发 这导致真子母亲最后跳了火山 也让真子对人类充满怨念 这份怨念在真子临死前化为诅咒 某天真子去疗养院看望父亲 在这个期间 他被一个男人性侵后杀害 并扔入警钟 这个男人的身份有点特别 他是日本最后一个天花患者 我们刚说过 真子是一个超能力者 所以他和天花病毒一相遇 就一起孵化出了一个新型病毒 润病毒 那他们是如何孵化的呢 这里要介绍一下 电影中没有提到的重要设定 真子其实是一个双性人 他拥有男女两套生殖器官 但是因为没有子宫 无法繁殖后代 而天花病毒正相反 他拥有超强的繁殖能力 但眼下却濒临灭绝 二者相遇 能力互补 一排几何 润病毒的DNA 一部分来自于天花病毒 一部分来自人类 真子临死前 用超能力将自己生前看到的景象 连同润病毒一起印进录像中 如此录像就成了传播孕病毒的第一媒介 人一旦观看录像就会被感染 如果感染者是男性和非排卵期的女性 那么七天之后 她们就会因为心脏麻痹猝死 但如果感染者是排卵期的女性 那么孕病毒就会从环状突变成现状 入侵卵子让她们怀孕 七天之后便能生产 那她们生出来的是什么呢 她们生出来的就是真子 真子以这种方式重生 还补足了自己无法生育的缺陷 现在她可以实现自我繁殖了 不过真子的重生就意味着 一切即将终止吗 别忘了 润病毒还存在呢 病毒会突变 传播方式也就不止限于录像带传播 一位记者曾调查诅咒录像 期间呢 她被润病毒入侵大脑写出手稿 这个手稿同样带有病毒 她改编的书 电影 舞台剧 全都带有润病毒 人类一旦看过这些东西 就会被这种病毒感染 而这些人的最终归宿要么是死亡 要么就是生下真子 长此以往 生物多样性就会彻底崩溃 世界将只生下一种DNA 那就是山村真子的DNA 听到这儿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玄乎 但其实上述内容只是小说世界观的一部分 因为刚才所讲述的一切呢 全都来自于人工创造的虚拟事件 从这个角度看来 真子更像是一个电脑病毒 不过在一个契机之下 真子和天花共同创造的润病毒 走进了现实世界 而这就是我之前为大家介绍过的第三部的故事了 《环戒》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系列小说 作者林木光斯很会显然气氛 一到二部 他用遗传学知识铺垫了很多细节 而这些细节呢 在第三部又完成了逻辑闭环 阅读体验也达到巅峰 第四部虽然稍显平淡 但也可以当作真子小姐姐的方案篇来看 猎枪推荐去阅读研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